我們來看一下有關民眾黨最新選後的一些相關訊息 例如口頭請示你準了嗎 那我想是這樣啦 責任政治你知道喔 還是選在要人負責嘛 如果是這樣 更重要的是我們檢討報告陸陸續續會先收起 做完檢討會再注意 不過他先辭掉這個組織部負責人 我想這應該合理 好 這個選後檢討了 那這個負責高雄選務的同時也負責黨的組織發展的蔡碧如委員 那他認為相關的敗選他必須承擔起責任 那也提出請辭了 那柯市長說火速批准 那這個批准之後是不是就把所謂這次敗選的所有的罪惡都帶走了呢 他有沒有留下一些比較科學的 比較相對責任的一些長遠性的討論跟制度性的改善的契機呢 這我們在所有的就叫這個保證 然後蔡碧如持組織部的召集人柯文哲批准 無意證說糾戰犯無法看到問題的本質 OK 似乎吳議員對於說只讓某人走路 他不以為來 他認為還有更嚴重的叫問題的本質 什麼是問題的本質呢 那敗選檢討哀轟了 這個何錦榮何老師他說 蔡碧如多管閒事 他說但蔡碧如說因為我擔任總幹事 所以我沒有這個推卸責任的空間 我就是把責任扛下來了 那何錦榮在臉書發文指指蔡碧如有什麼不尊重 為什麼不尊重專業 他直接挑戰他 你為什麼不尊重專業 專業是誰 為什麼沒有被尊重呢 他表示他越主代表蔡碧如越主代表多管閒事 違背現代政黨專業分工的精神 何錦榮何老師更批評 這半年來民眾黨的黨務荒腔左板 選戰接連敗北 原因包含兼任組織部主任蔡碧如 涉嫌失智擴權 讓黨部治理變得雜亂無章 聽聽保證你的意見 好的確因為在今天中午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正好是我們的一個黨務聯席會報 正在開檢討會議 對那因為我現在不在裡面 只有不太曉得他們現在討論到哪一個進展的程度 但是的確是就是蔡碧如委員 他已經有口頭的跟柯文哲主席請辭 那目前這個柯主席也是說 的確我們還需要再檢討 但如果他認為他要負責的話 他先請辭那也還合理 所以目前的狀態大概是這樣 但我很想要去跟大家提到的是 近期的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批評指教的聲音 我們絕對都虛心的去接收 包含大家可能說你就4%宅 就沒實力不要大小聲 就很多很多這類的話 那當然我們都 就是有時候自己有沒有彼此調侃說 你就4%宅 就我們現在變成說 我們自己還是要努力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不要去怕人家來批評我們 我們要去正視我們的確 現在我們的支持度在高雄 可能就真的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想要講的是 很多很多的一些聲音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去過度的去抓戰犯 或是去燒女巫 因為說真的 畢無解他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先不論最後的一個成敗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他真的已經算非常盡心盡力 就他自己本身能夠努力到的部分 這個戰敗責任可以檢討 但是也不要先預設立場 在抓燒女巫 是烈女巫 因為他當時已經努力跑到都住院了 其實他也很辛苦 那我覺得說 其實這一次的高雄的選戰 實力應該是全黨的責任 而並不是說 像吳憶貞他自己也想要攔在身上 說是我的問題這樣 那柯文哲的責任呢 譬如說我這邊有兩張手板 聽起來也蠻遺憾的 我一位老大哥 如果我們大概念書 大概我想每個人至少應該 他應該買過他出版社的書 他是台灣做這個教科書的 一個很大的出版社老闆 他高雄中學畢業的他講 吳憶貞落選後 柯文哲說完場面話後 接著說保證金200萬被沒收 對經濟拮据的民眾黨而言 是損失慘重 這是柯的格局 一位黨主席的格局 是這樣嗎 吳憶貞說由他出一半費用 沒有問題 200萬的保證金被沒收 吳憶貞說我出一半 他認為吳憶貞反而比較大度 吳憶貞不是會占便宜的人 而柯文哲呢 你這樣的黨主席 OK 人家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那他更提出一個有趣 他說我曾經給吳憶貞 一個與眾不同的選舉slogan 與眾不同 他在與眾是說 我跟國民黨 跟民進黨提名的人不同 我叫與眾不同 他說當然是希望表達這個人的與眾 他特別說要與眾 我的眾跟民眾黨的那些人的眾 又不同 多悲啊 一個民眾黨提名的人 他旁邊的朋友告訴他說 你要與眾不同 不僅跟國民黨民進黨不同 也要跟一般的民眾黨不同 這個觀察實在有點淒涼 我被民進黨提名 我要與民不同 這個很奇怪 不好意思 聽你的意見 我先講一下 其實柯主席他說 那個什麼200萬損失 其實他不是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只在乎到你這個 經濟上面的一個狀況 吳憶正說一半我出 其實他們最剛開始 本來就講好就是黨一半 然後候選人自己本身也一半 保證金的部分 對對對 其實剛開始就有講好 只是先由黨這邊來出這樣 那後續上可能再看怎麼去評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本來就講好 不能認為說是柯主席的格局太小 沒有啦 他那個可能只是他 嘴巴太快 對他嘴巴比較薪直狗快 他沒有惡意 那像這個新聞也很有趣 我今天看在臉書上 何錦榮老師不是他寫的 他臉書上是一位你們黨的支持者 他說這寫的文章 他說必如此的最難過的就是我 這毛龍的過癮器 他說因為事情真的被我不幸嚴重 正一步一步往小蔣幹移開後 小蔣幹就給他黨內開心的獨攬大選 他說蔡主任走了之後 有一位新的 我覺得他直指就是 現在黨的副秘書長 他說這個人一個月拿9萬塊 肥貓我當責任 蔡壁爐去扛 9萬爽拿你來當劍靶 我在後面繼續吃大餐 你認為這種事情 為什麼連蔡壁爐都走了 還繼續變成是一個在 你們的不同粉絲團裡面 這邊流來流去的訊息 很奇怪 聽你的意見 是的確真的是蠻多的訊息 因為其實包含副秘書長自己 也有發現蠻多的一些粉專 好像有點針對他 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為什麼 而且我們根本都不知道說這些人到底是誰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想法跟意見都很好 但就像我剛剛講到 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人要自己去扛的責任 這一次的一個選戰 絕對是全黨去共同面對 或許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背景的實事 就是包含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民進黨政府在防疫這塊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他有一個高民調 在這個氛圍之下 再加上罷含的後續效應 然後最後用韓國瑜出來站台 其實整個藍綠在補選當中 本來就是有點組織戰的一個動員 那再加上可能因為韓國瑜他的一個站台 不過保證裡面有回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這個吳亦正他當初估票說 我的票是從民眾黨在2020立委大選 高雄市的不分區的得票 145,000票起跳就開到不到4萬票了 這中間跑掉11萬票 不是吳亦正的跑掉 是民眾黨跑掉11萬票 這跟民進黨國民黨怎麼樣左攻右打 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們鎖不住你們過去的2020 在高雄交出的政黨的基本盤 145,000票你要回應這問題 其實的確我們其實自己也在檢討說 到底這流失的票去哪裡 因為包含不管是吳亦正或是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都蠻訝異的 但是在我們檢討的 有人在檢討嗎 有現在他們現在正在檢討 不好意思我講話聲音倒不是在罵你 我也沒事 緊張 我剛剛有光紅紅的 C系列C系列C系列 正正在檢討中 那當然我覺得其實這一次的一個選戰 我自己個人會有一點小慶幸的地方是 我們參與了這場補選 雖然我們輸的蠻慘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現在參與了 並不是到2022年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們只有這些票 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至少我們現在先參與了 我們鼓起勇氣 我們去 但也找到問題 是我們去找到 我們要去努力 找到那個該改善的一個方式是什麼嗎 因為等於說我們 鼓起勇氣去參與了一個 縣市長層級的一個選舉 我們去知道說天啊 這個規模跟我們之前可能選里長 從中華自然去看NBA 這個就知道差距在哪裡要努力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整個組織 真的是太不足了 因為我們等於說才一年而已 所以我們真的要持續 的確要持續跟國民兩黨學習 因為他們真的已經幾十年的一個 組織經驗 我們有時候都自己在聊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有辦法組織 人家走路走路走出來 對啊我們都覺得很厲害 其實說真的我們這一次也一直在思考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把整個組織 重新的建立起來 不過這個說真的要祝福民眾黨 雖然對你們批評也很多 不過真的在錯誤的基礎之上 找到新的勝利的契機 人生是這樣 政治發展更是這樣 政治發展更是這樣 對你們的打算是來自從目的是 對你們現在才是在這一個 人生的軍事 有些人所以說 人生的軍事 看著在這個組織 就在這一個組織 有些人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